张女士说4月份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杭州两主文化村七贤郡这家德佑房产中介在招人 联系应聘后通过贝壳平台把工作关系从上一家中介公司转了过去 我之前入职的是房江湖 它也是贝壳的一个平台 那这家德佑呢 它也是贝壳的一个平台 我之前4月21号有记录 我是从那边转到这边零费用呢 转过来的 张女士介绍 他是贝壳平台的房产经纪人 只要和异象门店协商一致 工作单位是可以变更的 也叫做转会 他出示了入职德佑房产杭州两主七贤郡店之前和门店负责人的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 转会需要张女士之前所在的门店签字盖章金额填零就可以了 并发来一份贝壳平台转会协议 入职后他感觉行情不太好 房子也不好卖 我可能也就是兼职坐坐 所以我把它想转到我家楼下 打个卡什么也方便 张女士说 这三个月里他还没卖出过房子 但通勤费用又很高 就想找负责人协商转去他家附近的德佑门店上班 他这边要额外收我的费用 接收我的时候是零费用的 那我转出去他干嘛要收费用 首方没有协商一致 张女士说电力负责人还停了他的功耗导致他无法登陆平台系统工作 对方现在也拒绝沟通 希望记者帮忙协调一下 采访时这家门店没有开门 门口有一个德佑官方服务电话 记者又查看了张女士的上一份转会协议 里面提到甲方员工变更用人单位到乙方工作 乙方为此向甲方支付转会费 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 邵经理挂断了电话 张女士目前已经提请了劳动仲裁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